面对吐槽,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好,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燕 相信不用我多说,最近大家都有在网络上 看到松森还有Cody所引起的这个YouTube骂战 这件事绝对可以记录在马来西亚的这个YouTube教科书内 供全内人参考 尤其是松森,虽然少Cody一半的这个订阅人数 但是却可以获得大多数网民的支持 让这个Cody的这个订阅人数节节下跌 简直就是YouTube版的肥水之战 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就不复述了 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面整理了 对于这件事的看法 我认为松森从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想要伤害Cody 也没预料到事情最后会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松森纯粹抱着好玩的这个心态 想要吐槽马来西亚界的YouTube红人 只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心的这个玩笑 让Cody生气了 现在让我们听回去Cody曾经讲过的话 他玩笑一定要适可而止 如果因为玩笑的一句话而伤害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这样岂不是很不值得 所以当你在和别人开玩笑的时候 先问问自己跟对方的关系去到什么程度 这个玩笑可以开吗 在这件事情上可以明显的看得出 Cody认为自己还有松森 不是属于那种可以开玩笑的朋友关系 所以Cody生气并且反击了 其实Cody生气也是无可厚非 因为每一个人的气量根本就不一样 你开得起玩笑不代表别人也一定要跟你一样开得起玩笑 站在松森的立场 松森认为Cody也常常恶搞好的朋友啊 包括第一次见面的阿元 所以松森万万没有想到Cody是一个不能被开玩笑的人 这件事情的导火线就在于Cody在松森的影片下方留言 但是却将吐槽的这个发音搞错 最后还删除了留言 才会导致很多网民觉得Cody很小气很心虚 我只能说人红是非多 公众人士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非常小心 就算你删除了留言或者是影片 也还是很容易留下证据 即便Cody送朋友狗盘已经是很久的事情 影片也已经被删除 但是网民还是能够挖出来 你能够小看网民的力量吗 那到底面对吐槽或者是攻击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呢 我很喜欢林连玉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就是建设 如果换成YouTuber的话就是 对付吐槽最好的答复就是拍摄 与其花时间跟讨厌你或者是吐槽你的人口战或者是笔战 不如花心思在影片拍摄上 虽然没有办法让讨厌你的人变成喜欢你 但至少有机会让原本喜欢你的人更加喜欢你 或者是让不认识你的人喜欢你 我相信Cody只要继续拍片订阅人数很快就会回声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那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也欢迎你留下 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就记得帮我分享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